大家好,我是阿斌 现在我们去修个水龙头 客户说他家水龙头关不掉,一直在出水 现在我们去看看 就这个混是吧水龙头,你们看 一直在漏水 关了关不掉 好险,这边 特别松 现在我们来看看能不能修好 首先,把它下面给它水阀 三角阀关掉 关了过后,这个水就停了 现在 我们把这个 盖板给它去掉 这里面有一颗螺丝 就在这个位置,你们看 有点生锈了 是个一字的 我们用一把一字的螺丝刀插进去 给它拧开 不知道能不能拧得动 如果拧得动的话最好 如果拧不动的话 这个水龙头就要更换了 还可以 像这个确实发信会了 我们是去换个发信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固定环给它拆下来 好紧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可以了 不过这种发信有点不一样 一般的用大扳手给它拧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用大扳手的 这边只不过是两个缺口 这可能要专业的工具来操作了 刚刚用东西撕了一下 这边都脆掉了 一碰就断掉了 现在我把这个铁片全部破坏 然后我们把这个发信拿出来再做 反正这个水龙头也是坏的 这个圈还拆下来了 它就靠这个螺纹 靠这个圈 把这个发信给它压住的 你们看这个发信里面 全碎掉了 看到吧 里面就变成这样子了 现在我们去配个发信 过来试试看 不知道这里用浇水粘 行不行 还是配一个吧 好了 刚刚到五金店 去买了一个发信 一个压板 这就方便多了 我们用大扳 固定就行了 这里有两二槽 我们对准 这边两小孔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 然后把这个压板粘上去 现在把这个酒发打开 试一下 你们看 可以的 把圈装好 小酥料 大扳装好 小酥料给它盖上去 这样也好看一点 好了 搞定 这边是冷水 这边是热水 打开锅头热水器工作 所以水弄都坏了 不一定就会坏心的 有的我们只要讲讲的修理一下 就能解决了